现在开始调整卷网 松开最外最外边这个螺丝 这个白颜色螺丝 松开这个黑颜色螺丝 旋转一个方向旋转成90度 这样紧上螺丝 紧下它 紧上下边这个螺丝 紧上螺丝 然后将它拧开 将提前弯好的这个 圆弧形铁丝 圆弧形铁丝 插入这个地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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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 好 纸上这个铁片就行 这个取一下 交准好上紧 加紧 好 可以 这个铁丝往下边一搭 这个卷网轮 自动旋转就行 它可以弹回来 可以自动弹回来就可以 现在这个卷网方向是反的 需要导一下这个电机转 需要导一下这两根线 卷网电机上面 任意两根线 红白蓝 任意两根 颠倒完之后 这边 这个 一按 这个卷网的往上边卷就对了 就 这个卷网方向是对的 现在将这个网 提起 搭到这个卷网轮上边 搭到这边 搭到这边 然后把这个轮子调整一下 全部将这个轮子松开 松开这个螺丝 松开螺丝 全部将螺丝松开 然后 前边 这个网 跟后边这 要是一条线 一条线过来 这个轮往这边送 对 这个第一个轮子 要放到这个钩里边 这边这个轮子 不能跟它是 一条线的 需要戳开一个花 这边来也是一样 这个在这个里边 这边这个也要戳开一个花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全部都戳开一个花 好 然后 将这个卷网轮紧上螺丝 把螺丝紧死 一定要注意 让这个卷网轮 上面这个 这个冒出来的这个头 兜住这个网 这个头兜住这个网 然后紧死 然后将这个网 用手 卷起来 卷成 卷紧 卷成一个小圈 放到这个两个轮的中心 放到两个轮的中心 好 现在 现在 直接开自动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 为当前收卷 打开 要是关闭的状态 后边卷网的 它不卷 现在为自动状态 现在为自动状态 就可以自动 正常直网了 遥控器 B 停止 A是启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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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